晚上我就会拿回来 Odyssey 去上学了 鞋带需要自己找出了 2017年10月27日早上 昨天讲到今天有三件事情 是在今天这个日期发生 第一件是Netflix上线了 Stranger Things 这样一部大热门的美剧的第二集 第二件事情是iPhone的10周年款 iPhone X 在今天的凌晨0.01分 开始在线商店上线 开始预售 第三件事情就是 Nintendo Switch任天堂的这一款 家用主机第二款满分的大作游戏 温室了 那就是超级马里奥奥德赛 10月27日上线的游戏 一部分的店面会在今天的零点 有做一个零点的开卖的活动 我要去这家店是今天早上9点提前开门 平常是要晚一个小时开门 所以也算是为了这款大作 有一些纷纷有一些动作在里面了 介绍一下加拿大的游戏店 名字叫做EB Games 它是一个连锁店 在一些城市区域都可以找到这种实体店 去购买游戏 在加拿大除了EB Games 你在像Shoppers 像London Drugs 像Toy R Us 玩具反斗城 像Best Buy 这些都有专门的游戏区域 可以买到游戏 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在美国的话 有一个跟着非常类似的 叫做Game Shop 也是游戏的连锁店 可以买到游戏 跟大家所理解的不一样 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在于一些个人的游戏店 它是比较少去做新作 或者说不主要做这种游戏新作 新的主机 而是除了一些游戏之外 它更多的是做一些 中古的经典的 以前的游戏机的卡带 老游戏机 游戏机的周边 等等这些东西的贩卖 完全是另外一个游戏店的精灵的模式 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买新游戏 我相信99%都是去我讲到的Best Buy 或者是EB Games 这种游戏的连锁店 去购买这些游戏 经常大作你如果不去预购 只是闲停信步的走进一家游戏店 想要第一时间拿到游戏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悲剧 可能会买不到 当天玩不着 这个玩家就懂了 当天大家都玩着了 你没玩着 这是一种怎么煎熬的心情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马上就要到那家游戏店了 去取我的马里奥 澳洲赛 我发现这个帽子有一个好处 还有遮阳板的作用 哇 这喷嚏打得跟必杀技似的 到了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拿着EB Games的小票去取我的游戏 好 谢谢 阳光很灿烂 我却有点感冒 最近的游戏刺客信条 好了 取游戏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还需要买三个新的优优 因为没有一整套 但是我看 超级马量奥德赛 首日入手 满分游戏 开心 Mario Odyssey 耶 在EB 首日购买 还会赠送你一款海报 Super Mario Super Mario 然后赠送你一个L Freshener 一个小的马里奥挂架 一个马里奥的 多送你一张Super Mario的光盘 你可以把游戏送给第二个人 开玩笑 乱讲 一个小发册 里面有一些sticker 小贴纸 有些小贴纸 这个虽然娜娜也会很喜欢 但是我不打算给她 娜娜看到这段肯定酷了 朋友冠邻购买了三款 马里奥的新的白色婚礼款的amiibo 就是Princess Peach 陶子公主白色婚礼款amiibo 第二个Boss 中文叫什么库巴 它的白色婚礼款amiibo 然后还有一个是Mario白色amiibo 有点迫不及待 我们开箱吧 打开这个游戏盘看一眼 越着急越打不开 越着急越撕得碎 撕得稀碎稀碎的 又碎了 正面 背面 里边 游戏卡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不会尝的啊 你放心吧 搞定 其实我的Nintendo Switch就在我书包里边 但是呢 我想憋一下自己 就是晚上下班之后 到家再开始玩 算把玩的前几个小时的过程呢 放在YouTube上做一个直播 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 是可以来直接看我 第一时间来玩Mario Odyssey的游戏的直播了 当然也会在YouTube上回放 所以今天的购买Super Mario Odyssey的过程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后边呢可以关注更多的游戏的视频了 我也要Enjoy这个游戏 因为是已经太期待太期待的一款游戏了